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波罗讲座 你们现在有疼痛吗 有疼痛的请举手 所以你们很幸运 因为为了要做疼痛禅修我们就需要有疼痛 所以你们是幸运的 但有多少人没有疼痛呢 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儿 请举手 我也是 我也是很不幸的人 如果你现在是不幸运的人 我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让你疼痛 我的棍子在哪里 我不是要去打你们 所以制造疼痛的方法就是 按这里 如果你是怀孕的话 那请就不要这么做 或者也不要在马上吃得很饱之后 马上这么做 那我想我们都是在两三个小时前就已经吃过午餐了 所以按这里 有没有感觉有点痛 那我们现在都变得很幸运了 那如果你按这里的话 有两个好处 一个对心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助于禅修 第二个 对身体有好处 我想各位都知道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对身体的 感冒 吃感冒 头痛 压痛 瘦癌 牙痛 牙痛 对肠胃 对肠胃 腹肌 腹肌 腎肌 腰肌 腿刀 腰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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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觉知到有声音一样,是同样的方式。 那现在只是去觉知到疼痛。 就是你的心专注在疼痛上。 那在这个疼痛的禅修时,你可以有比较强烈的一种专注,是可以的。 但对有些人来说呢,它已经是有一些长时期的疼痛的这种病情。 而是当你去觉知到疼痛时, 没有办法觉知到那疼痛。 你会感觉到那疼痛很强烈, 好像就是有点过度了。 或者是有点过度了。 就是觉得好像很过头的。 于是呢,对于这一点,表示你有另外一种情绪。 也就是,你是对疼痛有恐惧的。 或者是你不喜欢疼痛的。 所以呢,这让你感觉就是很想要排斥,拒绝疼痛。 或者是,不是应该说是去更制造了疼痛。 就是你对疼痛一种拒绝跟排斥,反而使得那个疼痛不变得更强烈。 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需要去看着疼痛, 而去看着那个对疼痛恐惧的那个感觉。 举例来说,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恐慌症。 那还有另外一个情绪就是,我不喜欢恐慌症的那种情绪。 恐慌症。 也就是,对于恐慌症的恐慌。 所以我就看着那个,对于恐慌症的那个恐慌感。 或者是对于恐慌症的那种惧怕感。 于是,那又成为我禅修的一个对劲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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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些幸运的人,你就不需要去制造疼痛了。 那些不幸运的人,就像我一样的人,我们需要制造疼痛。 好吗? 那首先,我们先放松。 让身跟心都先放松。 那现在请把灯关掉。 那现在觉知到你的疼痛。 如果你没有疼痛,你可以制造一些疼痛。 然后觉知到它。 一开始你可以从一个比较小小的痛开始练习。 那么一开始,你不需要比如说按太用力。 因为这种疼痛的感觉呢,是来自于你的心理。 那这种疼痛呢,它只是一种感受。 你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听到。 它也不是味道,也无法尝到。 它只是一种感受。 但是呢,就去注意到,觉察到这个疼痛感。 去专注在这疼痛上。 只是去注意到觉知到。 那我们现在将我们的心呢,放在那种无所缘的禅修。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觉知到疼痛了。 如果你眼睛是伤的的话,那么现在请闭上眼睛。 那现在听着这个特别的声音。 也就是我们每一天台北的日常中听到的声音。 运用这些声音来作为我们禅修的一个对境。 只是听着声音。 如果我们在做声音禅修时,我们就需要有声音。 这是一个特别的声音。 噪音。 为了能够做噪音的禅修, 我们就需要有噪音。 现在我们就要用噪音来作禅修。 第四种声音。 。 这是台北的唯一。 这是台北的唯一。 。 可能是印度的唯一。 。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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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感觉到说你不喜欢这个声音, 就用那个感觉来作为禅修的对境。 好,那么先打开眼睛, 按住到无所缘的禅修中。 现在请把灯打开, 你觉得如何? 多少人喜欢疼痛禅修的? 多少人喜欢噪音禅修的禅修? 好。 当你去看着觉知疼痛时, 你可能会有四种体验。 第一种, 疼痛变得更糟了, 更强烈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开始认识到疼痛了, 因此有时疼痛因此变得更强烈。 或者是你有着期待, 或者是你想要没有疼痛。 我想要用疼痛作为禅修的对境, 是为了要去除疼痛。 因此疼痛就变得更强烈。 你说, 嘿疼痛。 走开。 我在看着你。 这就是对疼痛的恐惧。 于是有时呢, 就会让疼痛变得更强。 对于这一种情况, 我们就看着对疼痛的恐惧感。 心稍微退后一点, 然后去看着对疼痛的恐惧。 或者有些可能情况是, 疼痛变得更强烈。 有多少人觉得当你看着疼痛时, 疼痛变得更强烈的? 请举手。 没有很多。 第二个。 当你看着疼痛时, 你无法看到疼痛。 疼痛变得不清楚了, 或者不见了。 疼痛变得不再痛了。 你试着再用力压。 你奇怪的疼痛到哪去了? 也许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着疼痛。 但是在你都压完之后, 你才开始感到痛。 你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请举手。 这也是很好的。 这就表示你的心就回到了无所缘的禅修。 也就是没有焦点对境的禅修。 只有一几秒。 你没有办法找到疼痛。 这是好的。 但再一次你又会感到痛了。 于是看着痛, 又无法看到疼痛。 没有一个焦点了。 但是还是有着觉知存在。 你并没有丢失掉。 那再讲到第三个体验是, 当你看着疼痛时, 疼痛会移动。 本来先看着是膝盖的痛, 结果又感觉到有腰部的痛。 看着腰痛, 腰痛又不见。 一下子又变肚子痛。 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于是疼痛就在移动着。 移动着,改变着。 你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情举手。 这也是很好的。 你可以跟随着疼痛。 这也表示你有很多的痛。 但是也可以。 那接下来第四个。 当你看着疼痛时, 疼痛仍在那里, 没有消失。 但你能够去觉知到疼痛。 你和疼痛是同在一起的。 你们有多少人是这样的。 这也是很好的。 这就表示你能够运用疼痛来做禅修的辅助。 那接下来要讲到第五个。 你不知道怎么去修。 奇怪啊。 那怎么样子用疼痛做禅修呢? 怎么去带着疼痛呢? 你不知道。 有多少人觉得是这样的。 没有很多。 也许是你的心回到了无所缘的禅修。 也许是你的心回到了无所缘的禅修。 当你感觉到疼痛, 你不知道怎么去看疼痛。 那就是你的心回到了无所缘的禅修。 所以很多人是讲, 当他去看着疼痛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去看。 可能就回到了无所缘的禅修。 也就是他去看, 觉得不知道怎么看疼痛。 疼痛也无法给他一个定义。 没有办法确定这个疼痛。 那这也是很好的。 那疼痛禅修就讲完了。 你就可以用疼痛来辅助我们的禅修。 那现在呢, 几乎就要到最后一个禅修的方法了。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什么叫做, 蜂蜗自心禅修。 你们有蜂蜗自心吗? 有没有。 也许我先要介绍一下蜂蜗自心。 这个心总是在刮造的。 巴拉巴拉巴拉。 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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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说, 是,叮输。 叮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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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像叮输说是的先生。 于是他就变成你的老大 对不对? 如果你说 嘿 吉利瓜拉 get out 于是他就变得更大声了 吉利瓜拉 吉利瓜拉 如果你听从那吉利瓜拉 就变成这样 24个小时都这样 但是你很讨厌那个吉利瓜拉 你说闭嘴 他就变成你的仇人 所以吉利瓜拉就变成你的仇人 于是这个吉利瓜拉就变成你的仇人 你不希望这个吉利瓜拉变成你的老板 也不希望他成为你的敌人 对不对? 你不希望这个吉利瓜拉变成你的老板 也不希望他成为你的敌人 对不对?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 你要和鸡丽娃拉做朋友 在我小时候就有很多巴拉巴拉巴拉 就是像恐慌症 恐慌在里面就充满了巴拉巴拉巴拉 每件事都是很可怕的很危险的 很有问题的 不能睡觉 很多很多 感觉好像往下坠落 好像你坐飞机 然后你就感觉到是向下坠 很多很多这种东西 但是当我跟他们说哈喽 哈喽 鸡丽娃拉 你来愿意 你来愿意 现在我要用你来做辅助我的禅修 就是当你跟这个鸡丽娃拉这样讲 你不需要跟他讲说走开 你也不需要跟他说是的先生 你只想想把头看着那些鸡丽娃拉 哈喽 鸡丽娃拉 哈喽 鸡丽娃拉来 尼娃拉 鸽丽娃拉丽娃拉 很好看 直到基督蛙拉就累了 基督蛙拉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在你自己 如果你說是的是的是的 那就有問題了 如果你跟他講走開走開 那也有問題 你直接都不需要說 你只要說哈嘍 基督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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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蛙拉就成為你禪修的一個對勁了 就好像變成聲音一樣 如果你覺知到的聲音 聲音就成為你禪修的輔助 現在是基督蛙拉 現在就看著基督蛙拉 基督蛙拉或基督蛙拉 都成為了基督蛙拉 所以基督蛙拉就成為了你禪修的輔助 能輔助你的禪修 你覺知到 你覺知到 你專注到 你希望你任何的來到你心中的念頭 第一次我們一開始可以用念頭來做禪修 各位有念頭嗎 要沒有 要請記住 你們都很幸運 現在看著你的念頭 現在看著你的念頭 先放鬆身體 放鬆心 先放鬆心 首先我們先休息在無所緣的重修中 不需要關燈 不需要關燈 現在不需要關燈 現在可以不需要製造特別的氣氛環境來做禪修了 因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做禪修的 對嗎 是任何時候跟任何地方的 所以你不需要永遠等著要關燈的時候 要關掉燈或聽到一些特別的聲音 我要坐在特別的墊子上 沒有這些我就不能禪修了 我們現在不需要這樣 但昨天我們還會這麼需要 因為我們是在剛開始學習禪修 那當然今天已經達到比較高層次的一種體驗了 所以我們現在不需要了 那現在把心呢 這麼自然地保持本然的狀態 可以打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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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你睜開眼睛時 也去看著你的念頭 念頭是一個接著一個來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地去看 一個念頭無法停留太久 這也可以 你只是看著 任何來到你心上的念頭 正面的 正面的 負面的 或者是中等的 都無所謂 將你的心休息在無所言的禪修中 覺得如何 覺得如何 現在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們有多少人覺得 當你試著看念頭時 你無法找到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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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一旦去看念頭的時候 他們就走了 你會想 平時我有很多的念頭 今天我怎麼沒有很多念頭了呢 為什麼呢 他們到哪去了 就像這樣 所有的念頭都變得很不清晰了 默默 默默 ация 磨眸 Empia 先這樣就能摟 聲 可以 就是你覺得你去看念頭時,念頭變得不清晰了或不見了,或者變得非常細微微細了,如果這樣子的,請舉手 很多。 第二個問題是,你們有多少人覺得那是有著念頭的,當你看念頭時,他們沒有消失,他們還在那裡。 你可以看到,就好像是看電視一樣,有個很大的螢幕,然後看著電視,在電視螢幕上很多東西展現,但你並沒有在電視當中,你是看的人。 各種影像文字很多東西,你們有多少人有這種感覺的?請舉手。 現在我要給你答案了。我問問題,應該是你給答案。但我現在有另外一個答案。因為這兩個答案, 就是各位的答案呢,就變成是問題。 那也成為你們的問題。 對不對? 你也許會想說,這是什麼呢?這是好還是不好呢? 但是呢? 但是呢,這個答案是非常秘密。 可以說是最大的秘密之一。 現在我的恐慌症好像又回來了。 不太確定是不是應該跟各位講這個秘密。 所以你們覺得呢?我該告訴你們嗎? 謝謝。 那麼這個秘密就是,其實有兩個秘密。 講完了。 於是呢,這個第一個秘密就是,當你看念頭時, 那就是最好的禪修之一。 最好的禪修的體驗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試著看念頭時, 你沒有辦法看到。 他們不見了。 他們變得很模糊。 那就是有一點空隙、間隙。 就一、兩秒。 那就是無所緣的禪修。 那就是沒有禪修的。 就是最好的禪修。 昨天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對不對? 就是那一個。 非常短暫。 只有幾秒。 於是另外一個念頭又起來。 你去覺知到,又不見了。 然後再一個念頭,去看他,又不見了。 那這種感覺就好像是你在巴士站等公車。 就像在台北有很多的巴士。 對嗎? 有些時候你等著巴士。 哦!有一個公車來了。 你滿高興的。 但是一旦你要試著進上這個公車。 公車就跑了。 又沒公車了。 就像這樣。 你需要念頭了。 哦!不見了。 看著,又不見了。 就有一兩秒的一個空隙。 那這個空隙呢,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一種哇哦的感覺。 但同時你能夠看到。 能夠聽到。 但是卻沒有概念。 就是孩子的心。 好嗎? 這就是秘密。 因為平時我們不想要有念頭。 你會說,誒,念頭,走開。 我在禪修呢。 我不喜歡這些醜陋的念頭。 我不喜歡這些醜陋的念頭。 但你卻沒有辦法停止他們。 一旦你越試著要去停止他們。 他們反而變得更多。 但現在你需要念頭了。 你試著去看到念頭。 但你沒辦法看到。 好。 於是第二個秘密是。 你可以看到你的念頭。 比如說你現在在看電視。 這也是最好的禪修的體驗之一。 非常好。 就像看電影。 我稱它叫做內在的電影。 非常好。 非常便宜。 就是每個人都能買到的。 可以說是免費的。 而且輕巧。 你可以到哪都帶著。 可以說它會跟隨你到任何地方。 你也不用擔心說有小偷會來偷走我這個內在的電視。 你也不需要付月租費。 就是那些電線頻道的月租費。 但還是有一點點問題。 就是那裏面的節目蠻老的。 就是那裏面的節目蠻老的。 你每天都在看同樣的電視節目。 你再一再看。 但是也可以。 就是看著同樣的節目, 但是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就是學習太奇。 每天都是同樣的動作。 但是你一再一再地學練習時, 那它的結果就會是不一樣的。 對嗎? 所以同樣的。 所以同樣的。 當你看著內在電視的這個老節目, 還有同樣的節目時, 它的結果也會是不同的。 這個結果是你的心會變得更寧靜, 更寂靜, 然後心也變得更強壯。 更寬廣。 這就是一種心靈的運動。 心靈的運動。 你會叫做健身房。 你會做健身房。 你會做健身房。 一、二、三、四、四、四、五、 一開始之舉四下, 就沒有第五下了。 也像這樣。 一開始是困難的。 短時間是沒關係的。 但你可以一再一再地去練習。 那你就可以能夠鍛煉出心靈的肌肉。 還有心靈的免疫系統。 這使得你的心變得更有作用。 喜樂。 寧靜。 快樂。 你會有自在。 你會有自在的。 你不需要總是說是的,是的。 或者是討厭念頭。 所以即便有巴拉巴拉也沒有關係。 你還是有一個中心點在這裡。 你是平靜的。 而你的覺知就好像是整個空間虛空。 那這些巴拉巴拉就像是雲。 雲是無法改變天空的。 它無法燒掉天空。 也沒有辦法切斷。 也沒有辦法阻礙。 所以我們的覺知就好像是那樣。 那麼這要怎麼用念頭做禪修呢? 這就是如何用念頭做禪修。 而我們也可以用在情緒上。 比如說憤恨。 沮喪。 疲倦。 疲倦。 還有傷心。 恐慌。 尤其是我最喜歡的情緒。 恐慌。 你們也可以把它用在恐慌上面。 這個技巧方法是一樣的。 覺知導。 專注。 覺知本身就有著治療的力量。 覺知就好像是陽光。 它自然能夠除掉黑暗。 所以覺知導。 那有的時候念頭和情緒是混在一起的。 很多數的時候。 所以你就念得可以覺知任何的東西了。 那現在就講完了。 那最後最後禪修的方法。 有人問說如何用阿彌陀佛持咒的時候禪修。 如果你對阿彌陀佛有信心, 你就可以用念阿彌陀佛來做禪修。 如果你是有其他宗教信仰。 你也可以用其他宗教信仰的祈禱。 你也可以用其他宗教信仰的祈禱來做禪修。 那是一個很短暫的那種祈禱。 可能太長的祈禱就會困惑。 你也可以用其他宗教信仰。 你也可以用其他宗教信仰。 比如說像慈悲。 就是只是一些文字 慈悲心 但是这里你不需要去思考 那个慈悲的意义 不需要 只是去附送那个字 就是在心中就念着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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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动嘴巴 不需要动这个舌头嘴巴 把嘴闭着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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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想慈悲慈悲 就想到臭豆腐 又搭回来到慈悲慈悲 然后又想到刷刷锅 再想到慈悲慈悲 又想到时间差不多了 这样也可以 总是把心带回到文字上 一而再的 于是这就是禅修 我想这会是最容易的禅修方法之一 因为当你的心能够念慈悲 或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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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表示 你的心已经在禅修中了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 这样是否在禅修中呢 还是没有呢 就在心中没诵的慈悲 一再一再地没诵 好 觉得怎么样 有多少人喜欢这个禅修方法的 请举手 那你们蛮多人都喜欢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咒语 我们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在我们这边主要的一个讯息 尤其是这两天的课程主要讲的 就是你将痛苦转化成为是 喜乐的感受 色相 声音 味道 尝的味道 感触 以及念头跟情绪 就是一切你都能够将它转化 是成为喜乐的感受 透过禅修 透过禅修 你就可以和他们做朋友 他们全都成为了你的朋友 于是就没有问题了 即便是有问题也可以 有疼痛也行 恐慌 疼痛也是可以的 有疼痛也不行 有疼痛也行 没有疼痛也行 疼痛也行 Imper собствен 有疼痛也行 对走了 就是有疼痛跟没疼痛都行 cruel 疼痛也行 虽然无疼痛也行 即便有病理疼痛也行 即便有这种内在心灵的疼痛也行 於是你的心就變得更開闊了, 你會能夠增長出你內在的喜樂, 增長你的自信, 那也會能夠提升你的生活, 當然也增長你的智慧, 於是這就整個都對你的人生有好處, 對於你的家庭和人際關係都有好處, 也對於你的身體健康是有好處的, 於是這就變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到這裡就講完了,也謝謝各位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後因收養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進而成立專門照顧流浪狗的養護園區。 然而,園區的擴建速度仍舊趕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於是, 令安置近三百隻狗孩, 遷移到中華護生協會的兩所園區, 令其獲得安養。 於2014年7月份統計, 救狗協會至少救護了超過八千隻流浪狗, 目前與護生協會共同獲養近千隻的狗孩於養護園區。 除了救護流浪狗之外, 救狗協會並長期提供速食狗資料給其他照顧流浪狗的愛心人士, 以經常與護生協會合作。 透過各類相關活動, 呼籲大眾重視生命, 愛惜生命, 使人與萬物之間皆能互愛共存, 消滅暴力之氣, 促進社會祥和。 無系特舉辦觀音感恩法會, 恭頌廟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佛遣大供點燈供水護身法會, 恭請常駐法師領眾, 日期112年1月21日星期六, 農曆12月30日, 時間上午10點開始, 點燈祈願,恭頌普門品, 佛遣大供, 武哉感恩殊食免以參會, 地點佛教慈悲智業基金會南投分會,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254-86-4, 電話南投分會,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會,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栽法藝公募福恩, 公佛摘天敬護法, 前輩香花蘇陀果, 祈願佛法永興隆, 法界眾生皆安樂, 新春公佛摘天祈福法會, 宮群慧泰法師及法務指導聲眾, 共同領眾, 日期2月1日, 星期三, 大年11, 時間上午9點開始, 地點, 宜蘭大飛觀音道場,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0號, 電話03-989-9319, 03-989-9319, 宜蘭大飛觀音道場, 靜邀菩薩參與訓習, 同栽法藝共募福恩, 疫情期間參與共修, 請務必遵守防疫規定。 ⤵ 要持守的三昧耶 与三昧耶的持守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要持守的三昧耶是根本与分支等等 三昧耶的持守是守护你的身与意 以免损害三昧耶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要持守的三昧耶 即此持守的本身 所有身与意的根本 以及四个主要分支 无非都是你自心的相续本质 了悟此一完美无瑕的心 即称作了悟三昧耶的要诀 我这位心意薄弱的错家女 以恭敬的身与意 请求化身上师莲花生 因而领受到这个教研 是为要诀的开示 我为后世人写下手稿 由于传播的实际味道 我将其封为福藏 愿具有业缘的溯源者能得遇 并禁除其遮障而获得迟名位 这是我在兔年夏季第三个月 第25日 于金珠松岭所写下的要诀窍言 托付的封印教法 连诗开示 保评灌顶之意义与功德 圆满正等正觉者的一切教研有三类 方便意 秘密意 究竟意 在这些之中 方便意的用意 在以上巧的方式 引导感知有物的友情众生 往上三道 秘密意 是菩萨运用其巧制 为方便而令众生 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 究竟意 有三种渐进的阶段 中观的见地 是下乘一切教法的果实 没有任何焦点重心 而是安住于无有限度的状态 经部追随者所称的 五概念作意 是安住在离于能知 所知的状态 到这一点为止 除了仅有的符号或指示之外 并无真正的灌顶赐予 宝瓶灌顶 是根据密咒称的所有蓄点 而授予的 以空性见地为果 这能清净业障 此外领受宝瓶灌顶 能开启行者步入密咒称内部的大门 密咒称内部就是透过言词 所指出的五字 因此 宝瓶灌顶是象征性的灌顶 这个宝瓶灌顶 是最一开始的灌顶 能够净除烦恼障 并开启圣声教法的大门 且在接受灌顶之后 能够观修本尊 以及修持仪轨 它的果 是能够掌控属于情气事件的一切 摘自松灵宝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佛法之旅 生命电视和你 在一起